那其实就刚刚同学问的问题还蛮好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删除档案 比如说是乙班好了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 假设我们还没写程式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检视里面有一个 即时运算视窗 像有时候如果你不要另外开一个SUB 你也可以在这边直接执行 那如果你要删除乙班的话 其实语法很简单 你必须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方法叫Kear Kear后面的话你会发现 它后面就会加一个什么呢 Paste Paste name 我看一下 这VPA点 对有个Kear 如果不会的话 一样按F1 就会有这个说明了 对不对 Kear后面的话 就跟按空白键 它其实也会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请你在后面跟我讲说 你要Kear的Paste name Paste name就是 特别之后Paste指的是什么呢 一定会是一个置串 这个置串的话呢 它的完整的路径 特别说完整的路径 包含什么东西呢 它的哪一个磁碟机 C冒号 意思是C碟 的哪一个资料夹 的纸资料夹 所以我建议 如果你 假如怕打错的话 用复制的还是比较安全 然后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那记得 一般这个是完整的Paste 记得 它是在VBA资料夹里面 所以一定要再多一个根目录 返斜线 然后在返斜线里面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 以班 而且记得 以班后面 因为呢 请你一定要加上什么 加上它的副档名 因为如果没有加副档名的话 它就不会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路径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把它按Lent的话 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哦 以班还在吗 以班消失了 你会发现 所以这个动作呢 就是可以把哪一个档案 给删除掉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刚刚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还不错 如果我今天不是按照 自己去找这个目录的所有档名的话 那我如果有个清单 我一样可以把它删除啊 有没有 所以如果我今天哦 我删除档案哦 我不要DIR的话 我可不可以用刚刚的其他方式来做 其实可以哦 我们可以用删除档案有没有 那我可以什么 把那个刚刚那个清单有没有 这个工作表转成清单的 这个程式哦 for回圈拿来复制 放在里面做修改 对不对 其实有些地方一样 哪些地方一样哦 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四列 然后在假班里面 我把那个 这个里面哦 就把它加回来清单 所以我只要知道假班 那我后面加点xl 来复档名 然后前面再加路径 斜线 那我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这个把它改的话 其实哦 第一个 拿那个刚刚来 程式来改 里面的话一样取得什么 取得它的路径 ok 取得它的档名 所以哦 它会先抓到假班 那可是我后面哦 不是save as 我后面是要怎么样 把它keel掉 所以打一个keel keel目录哦 哪个目录呢 就这个目录啊 所以其实也是这样可以贴 底下的什么名称 底下的 所以哦 你会发现就是save as后面的东西啊 有没有 就是把它放在后面 这个路径底下的假班 帮我删掉哦 然后close不用 所以哦 写这样子哦 也是一样哦 可以把那个清单里面 不过前提啊 是不是啊 一定要刚刚好对应ok哦 不然的话 如果你里面 假如像刚刚乙班已经删掉的话 那你会删除乙班的时候就挂掉了 ok哦 所以哦 我们可以怎么做 干脆把它补一半 这个乙班哦 假设这边少一个乙班 我拿那个第一班的来 来改一下 至少有一个乙班 把它让它完整 那我们来删除看看乙班 ok好 那里面是13个 是13个没错 那我们就可以来跑哦 就是说刚刚删除哦 关键的地方叫keel keel这个目录底下的 这个 这个档案的副档名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我们来试试看哦 这样 有没有ok呢 执行一下哦 我按那部8好了 先抓什么 先抓甲班 所以先把甲班keel掉 有没有 过了 甲班不见了 有没有 再来NAS 就乙班 帮我把乙班keel掉 乙班还在吗 乙班不见了 再来丙班 再把丙班删掉 丙班不见了 有没有 所以哦 如果你今天有个清单的话 它全部不见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哦 为什么要特别讲那个DIR 实际上哦 如果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哦 假如说你不知道哦 你的这个里面有几个档案 你不确定哦 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13个啦 如果13个那比较好搞定 可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那你就必须 先用DIR查它看 它里面的档案 有多少个 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基本上哦 写的方法呢 那就可能要另外一个方法 用什么 用这个方法 删除档案 方法二 那里面有哪些重点哦 我先把它注解拿掉了 那里面有一些 我加了很多注解了 不过这个注解 而且甚至程式也可以 当然你想说那个S-Pass可不可以不要加 其实也可以 你甚至可以怎么办 直接就放在这边都可以 其实倒也可以 可是为什么要独立出一个S-Pass 因为你会发现哦 如果独立出一个S-Pass的话 这边有没有可以用之外 底下这边可以用一次 Kill的时候呢 又可以用一次 如果你不用S-Pass的话 那里面那个路径会一串 一串 看起来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是先把这个路径呢 放到一个S-Pass 不过特别注意哦 后面这边没有斜线哦 所以如果这边没有斜线的话 那你这边就要加斜线 不过这样干脆 我建议干脆直接这边加个斜线算了 不然的话 如果这边有斜线 那这边就不要加了 这边就不要加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不用再串一个 不然的话你又串一堆 好 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接下来如果说我不知道 到底里面有几个的情况下的话 第一个 我先告诉他说 你帮我到这个路径底下 去找找看 特别是我这个是已经有斜线 我把它改一下 干脆哦 以后就是 直接那个PACE里面就是有斜线 这样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OK一点点 所以这边的话 就等下自己再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他会先去哪个路径呢 这个路径底下呢 帮我找所有的 Excel 档案 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那如果说他是 别的格式的话 可能他是XLS 或者是XLSM 那这时候没办法 你就干脆把它改成 新号新号 意思就是说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 档案通通帮我抓出来 不管了 可是如果你后面有指定说 哪一种负档名的话 他就只会去抓 负档名是XLSXX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假设有不同的负档名 可能是2003以前的 是XLS 以后的话XLSXX 或者是有聚集的话XLSM的话 那怎么办 你全签全找 然后在底下可能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再去针对那个给的档案的负档名去判断一下 他后面几个字是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负档名 不然的话好像也没别的方法 类似这样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我找到 因为里面都以色 所以我们用新号 他抓到第一个 直接抓过来就什么 而且TEP3他抓过来 还已经有负档名了 不是只有档名 是档名跟负档名都给你的 所以你不要没事又自己再加负档名 反而错 然后呢 底下这边TEP3 出面 hätte 了解 最后 你一直帮我做 不像凤卫圈是做到哪一个为止 是做到什么时候 呢 一直判断什么呢 判断说这个S FILE 里面呢 不等于这个不等于空的 意思说他现在有没有找到 现在有找到 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就往里面跑 特别说S它是不是不等于空的 是 如果是的话呢就做 做什么事呢 帮我把那个档案删掉吧 哪个档案 这个路径加这个档案 所以先把什么 钉班先删掉 钉班就不见了 钉班不见了 那可是我还在找下一个的话 特别说就这一行 下一个 现在当然是钉班 可是呢如果你要找下一个的话 直接给一个DIR小瓜糊就可以了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看一下S5 丙班 找到丙班 所以他好像又不是按照什么 笔画 因为如果按照笔画 应该第一个应该先删到 笔班才对 所以他这个顺序 不知道 他可能 这个可能要再查一下 然后下一个丙班 销掉 好 丙班又不见了 那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又是 以班 以班一笔画最少 反而第三个 然后再来就是 哎 还是他 不对啊 以班 以一 一 以班是几画 一画吗 两画 一 二 不是这样 算了 反正就是 也应该不是按照笔画 把顶班好像比较 一时类推 所以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 那就是 也是可以把它全部删掉 只是说呢 必须要在外面包一个 Do File 有没有 后面加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当找不到 所以特别是要跑到最后没有了 对不对 那就等于空的 等于空的就离开这个回圈 跳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呢 我这边又多补充了一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来自于清单的话 那我就 删除档案的话 如果来自于清单 那你直接怎么样 拿刚刚的程式来修改就可以 我刚刚程式我把它贴上 给各位参考 试一下